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不是 他回来的时候 第一个我就废了队长 我相信人民群众 你看没看到 感谢队长 对我的信任 我接了一定会好好表现 我跟你说 重复复排一下 响哥排序在第一个 就点到他那个头像 他就会显示拍一拍 然后咱们就说听语音 我就马上听语音 我就又 听完我就想撤回那个 这干什么呢你这是 咱们是不是一条心来着 忘了咱们在车上的 欢声笑语了吗 大哥没关系 你可以把我派出去 就你知道你什么时候 露的麻娇吗 我 我有什么麻娇可以露 我对你重心耕哥 不是你从你现在 因为我看过你无数的脱口秀 你所有的作品我都看过 包括你台前幕后的所有发言 我都看过 你不会撒谎 对所以我对你 我被警察踢出来了 娜娜你要是想现在 你参与我们 我立刻就把你踢出去 而且是连环穿心脚 陕西扁串 不行 我没有其他地方去了 也就 想队 你能先别现在踢吗 你过个15秒 或者一分钟 我们这边是商量个对策 我现在里外不是人 完了 又隔阂了 分队了 时间到了 你就把徐志川和孙千都出去 我就来了 大哥 七帅集团 不能没有我 你们这些团队真的真的让我头疼 娜娜你觉得他们俩谁应该走 我这么分析吧 我是怎么来的 你就是一脚给踢出来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我作为一个警察 我们内部的同事不相信我 我只有接下来用我自己的成绩 和自己的努力让他们看到我 这些 这些我也得跪了吧 我从我第一次到警队 看到响队的时候 我就想跟着他 哥 哥 你不能跪 他在那儿给响队表忠心了 你跪啥呀 哈哈 他不是给你表忠心了 哥你迷糊呀大哥 现在给三位老大 一分钟的时间确定 给出一个最终的结果 好吧老大们 娜娜已经离队了 我这儿确定 可以不换是吧 那我们不换决定完了 嗯 那我们不换了 我决定了 这两个人我都不要了 啊 我走了 哇 哈哈 那 你就输吧等着 哎 你看这俩人变脸了有什么样 你看你就输吧 你看呸 早在你都带够了 早在你都带够了 哎呀 看人品啊 最重要是分开的时候 对 你看我分开的时候 对着我们的队长 哭了 说的是什么话 你再看他一个呸 一个算了 我们刚才那些美好的时光 就不在了吗 你一个人要孤家寡人吗 那我我挖一个警察那边的人行不行 嗯 小宝你来吧 我可以啊 我愿意来回走一走 饺子换馅了 哎 哥 想哥 哥 我在那边跟宋队了 哎呀 累死了 累死了 我再也没有危险了 这俩人在我旁边握的 我这一路上开车把我气的 这俩人给我演 组队结束了就不能反悔了啊 就不能再搞价换人了啊 我看那个强哥 后来出来那个强哥 他们就整那个孙子兵法嘛 有一个就是随机应变 反正你们要想拿到东西的也行 但是呢 得先过我这一关 游戏规则 每组派出一个成员根据问题 对答案进行选择 其余两组人则需要猜出对方的选择 选择一致将获得一分 分数最高的队伍将获得重要线索 第一题由想队和老莫两人一起回答 你认为狂飙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A 好演员 B 好导演 C 好剧本 这个很难 这个真的很难 这个太难了 这太难了 这太难了 那是先有那个 对吗 那你来 那你来 是 这个 好好的剧本才能让演员发挥得更好 如果你有一个牛的剧本 可是你的演员不太好 你导演更傻是不可能的 他说的是狂飙 因为最后你的剪刀是掌握在导演手里 如果他不会剪全部白费 那我懂了 亮相 一样的 一样的 那我们就是这个我们就没让这样 首先这个有个前提是狂飙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好剧本是所有剧作的一个基础 但是狂飙的导演是有剧作能力的导演 就是徐州导演 这个剧本是他创作的 他跟一个人联合编剧创作的 他懂戏 他懂戏 这个剧本他带头联合创作的一个这样的剧本 演戏就是讲版演他有版有演 狂飙的话我第一个看到的是导演 就是可能大家都在议论的说 这个演员很好那个演员很好 但是我首先看到的是他 因为给了你们特别大的空间 就是我们演员需要这样的空间 就是有一种导演他会规定你在一种情景 说其实你应该怎样 你不可以这句话你在这个地方搞笑 你想啥呢 这个戏不是这样的 可是他给了演员所有的空间 让所有的演员做自己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纵然你是个好演员没问题 可是你背不住有一个导演 两剪刀给你剪没了 掐头取尾的 断章取义的 他理解的东西 然后我们再说好剧本 我们真的见过太多的好剧本 让很多的烂演员和烂导演 真话的 太多了 所以我认为一个好导演 太重要了 因为他就是总指挥 他说好了就好了 他说不好了 连这个剧组的气氛都不会好 真的 很糟糕的 这个剧真的是很有意思 就是每个演员都很成功 有板有眼 就像静姐说的那个确实 对 好 静姐请听题 以下哪一个选项最容易惹怒你 A 别的艺人迟到很久 B 服装没有其他人好看 C 被人喊错名字 最生气啊 最生气的呗 这艺人迟到 我觉得是 不告诉你们 3 2 1 请亮提板 3 我们俩一二 您可就多等一会那都没事 这磁光最好看 只要服装好看 等他三四个小时都可以 那等他三四个小时 我也是要发表 太真实了 太真实了 我都说了嘛 我们颜值担当 你看 就是我比较在乎这个 那当然他会在第一个 那第二个 那个迟到这件事情 其实我也不大喜欢 喊错名字这件事情 我觉得无所谓吧 我红的时候他就喊对了 我不太红的时候喊错了也可以 我能接受 恭喜想对阵营获得一分 娜姐请听题 你作为父母 最不该对孩子说的话是 A 我都是为你好 B 你看看人家谁谁谁 C 我说不行就不行 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 可以 请亮提板 就是很简单啊 第一对孩子千万不能拿说 跟别人家的谁谁谁比 也在他心里面是非常难受的 对 受挫的 对 好 接下来将由冰箱人蒙巧 为大家出一道题 孙谦夏天在家时最喜欢做的事 A 边追剧边吃巧乐滋 B 开着空调睡觉 C 冲凉 好了吗 稍微等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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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这个题比较难 来 ABC 全对了 对 全对了 也得到一个巧乐滋 达成共识 讲到夏天呀 我最喜欢的就是吃巧乐滋冰淇淋 我小时候就有一个梦想 就希望冰箱里能够满满的全是 这个巧乐滋冰淇淋 没错 我最喜欢吃的是巧乐滋冰淇淋 我们的小微筒 蛋筒咔嚓咔嚓的特别脆 一盒有两个口味 小小的一只吃起来 还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 那吃还有什么负担呢 恭喜响队阵营得分最高 获得一份找到神秘线人的 优质路线图以及街头暗号 其余两队只能获得去下一个地点的 普通路线图 现在有请麻子给大家上线索 这个特别清楚的线索 李队长 确定啊 确定这是我的 对 第二名和第三名 后来一个 好嘞 这是你 你俩是一样的 来吧 就这样吧 走走走 下楼 下楼